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軍武特急 我是李主持人 Larry 今天要和大家報導一個消息 關於 F-35 降落時墜毀 這個情況很罕見 這次發生意外的地方 與 F-22 墜落的地方一樣 這是 Eaglin Air Force Base 即是埃格林空軍基地 這是佛羅里達州的 這個空軍基地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上一次 有一個巨峰叫做 Mike 打過去佛羅里達州的時候 令到他們空軍機,叫Tindall 空軍基地有很多 F-22 被打亂 經常有水浸 所以有些中隊的戰機搬過去 當時有避風,搬來這個埃格林空軍基地 當中這個埃格林空軍基地 現在已經升格了 做一個 F-35 的訓練基地 以及一個主要的訓練基地 我們說回這次的事故 時間是在美東的時間 5月19日晚上9時半 這個時間對應應該是12小時 即是5月20日香港時間是9時半 上午9時半的時刻 降落的時候,不小心墜毀了 幸好是飛行員成功彈射逃生 然後送到醫院 現在情況穩定 那是沒事的 當然失事原因還未知 所以要調查 發覺整件事在5天之內 是第二宗的聚機事故 之前提到F-22 在5月15日 都是在空軍基地附近 聚落了 這是一個例行訓練 飛行員都安全達成的 現在接受評估 所以這次應該不是巧合 這次真的需要認真去調查 失事的原因 如果我們計算F-35A F-35有三次出事 第一次的F-35A出事 就在日本那次 日本的航空自衛隊 那次的F-35A出事 那次出事 就是在三站空軍基地 那次出事 那次的情況 就關乎空間迷向 即機師喪失了飛行的本能 所以就出事 那次主要是與機師的關係 另一個是美國本土 也發生過問題 那次的F-35B 就是海軍陸戰隊 那次也是 即是 跌了下來 那次也沒有事 而最後查出了情況 就是因為油管 流油的問題 這也是屬於機件故障的情況 所以看到其實每一次 失事背後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那一隻空軍 其實完全是由責任 去保障 去保障 飛行員的安全 以及保障 軍隊的士氣 是需要很小心去看 那這次幸運 就是第一個 飛行員 但是屠生無事 第二個 沒有人民相亡 第三個 就是平民來說 沒有財物的損失 所以這次的事故 暫時來說 都不會帶到 比國家更大的問題 我們去看看 這次失事的F-35 其實原來是 Loki Martin最早的一批 初始的批次 即是比較早 交付了 被空軍使用 這次是第13 33的戰鬥機中隊 基本上 它都是F-35 學員訓練的前頭部隊 那現在 回看情況 我們就需要去分析 即是今次 整件事的主要原因 是什麽 其實我們可以 有幾個方向去看 第一個 就是可能 跟基建的故障有關 基建故障不外乎幾個 第一個 就是供養系統出了問題 如果供養系統出了問題 即是供養的情況 不理想 或者混雜了其他化學機體 令到機師會 產生一個昏迷的狀況 或者中毒的情況 令到飛行員 一個不清醒不理智的狀態之下 飛行 作出錯誤的判斷 也是有可能的 之前在F-22的時候 都試過了 有個是飛行員 其實就是供養問題 令到機器 嚴重地墜落 失速墜落 最後想救機 也太遲 就是死了 所以 如果看回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看來就不遲 因為它降落的時候 其實情況 應該 雖然暫時我們未知道 這個詳細 但是如果這樣說 機師最後彈射到生毒 我相信 它最後會缺氧 失速 然後機器聚落 情況 就應該不太大 因為如果成功彈射到 它在一定的高度上 它可以彈出來的時候 令到降落生物 可以成功打開 其實它不會在最後關頭才正 如果去到剛才我們說 就是要混集了幾多機器 令到它有些中毒的情況出現 或者缺氧的情況出現 就未必可以成功彈射到 所以我們暫時 就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就不能夠排除 另外第二個原因 會不會是Bird Strike 就是我們說的療擊 這次這個是一個 夜間飛行任務 夜間飛行任務 都是我們傳統的Routines 意思是一些禮行任務 即是它訓練的事情 就不是要突發 又做些什麼特別高難度的動作 全部都是一些 在根菜單位做的事情 所以就相信 晚上如果做的話 Bird Strike機會低一點 因為大家都明白 就是小鳥 都是日頭玩吃多 當然不是 有些小鳥夜晚的時候 貓和鷹就未必飛到這麼高 所以就相信 Bird Strike的機會 是比較低的 暫時 也不能排除 但是我們暫時認為 這個可能性 都是比較低的 第三個情況 就是它會不會有機會 引擎出問題 因為F-35 其實是一部 單引擎的戰機 來的 單引擎戰機 其中一個不好處 就是 如果它一個引擎出事 就窩可 立即出事 那部機器失去動力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能夠排除 但是暫時看到F-35 這三次事故 似乎跟引擎都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也明白 美國的引擎 情況通常會做得比較好 F-35 所以暫時未看到 何況今次 A型 F-35A型的戰機 引擎似乎保障的大 傳統的六機型戰機 暫時不能排除 但是似乎 原因的機會 也未必是最大 好 那有沒有關係 其他的 起落架 或者其他指揮系統 因為 我相信 跟起落架 沒有關係 否則 之前 F-22 的機幅 就著鼻 刮算了塗層 電子裝備 都勉強角落到 未必會這麼大顯示 所以 跟起落架 也未必有關係 另外 有些耕翼 或負翼 會出問題 也有這個機會 令到它降落的高度 或者不能夠成功 控制到飛機 在適當地點降落的情況 這個當然 會非常不幸 但看來 這個在美國後勤的情況 很少聽過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出現 以前試過 F-11 沒有了一隻機翼 只有兩隻機翼 只有一隻機翼 似乎 機翼的情況 會帶來 問題的機會 都未必最大 好了 意思是 你發覺 如果我們去看 基點故障的情況 似乎 暫時 那個機會 都未必最大 如果這樣說 我們開始 看回一些 人為的因素 人為因素 有沒有情況 會影響到F-35 會墜落 我相信第一個 關於機師的狀態 例如身體狀況 第一個 會不會 他做了一個大的G力 我們說一個高的G力 大家知道 飛行員 穿抗壓服 其實他大概 抵受到的G力 大概由正9G 去到-3G 如果這個情況 做了一個大G力 擺脫的動作 如果他突然一刻 去到9G 甚至乎 輕微超過9G 那真的有機會 會暈的 缺氧會暈的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暈的時間 真的不會因而而而 這個體質的問題 我們都不能猜拆 會不會在這一刻 令到他錯過了 舊機好的時間 就能夠成功達成圖身 但就不能夠玩 舊機的情況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不能夠排除 但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勵行的訓練 似乎要做一個大G的 扭動 就應該不大機會 尤其是夜間訓練 我相信 夜間訓練主要 都是看電子儀器 以及主要做一些很正常的起降任務 做一些大G的動作 所以我們暫時傾向相信 這個可能性都會比較低 另一個情況 會不會是空間迷向 空間迷向 這個跟上次在日本F35A出事的 相當相似 上次的飛行員 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飛行員 所以這次飛行員 會不會也是 在夜晚時 因為大家明白 空間迷向的情況 其實是很常見的 就算你日後的情況 也有時候會結穿 因為問題是你的視覺 和你的腦子結合 即是在腦中 產生了空間的形象 海和天的視覺 我們說海和天的視覺 所以你分不出海和天 而你的腦子產生了一些幻覺 例如 其實飛機應該正在向上飛 以為平飛 或者向下跌 以為平飛 這樣就很危險 因為平飛的話 你不會改變狀態 但是飛機其實真的 向上和向下都會有改變 對飛機的動力是很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存在 尤其是晚上 因為上是黑下是黑的 所以其實你變不變怪 有時候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通常這些位置 最好的就是 應該是相信儀器 和相信控制塔的情況 如果有這些情況去幫助 其實也會好些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會炒機的情況 所以大家會發現 現在的情況 就是它不可以 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 似乎 我們暫時總結 似乎這個空間迷向 有點像上次日本三站 基地的那個 失蹤機師 當中中的空間迷向 的情況是最高的 如果真的出現空間迷來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沒有得救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你發覺 現在F-16 其實它安裝了一個系統 它叫做飛機對地自動防撞系統 英文就叫A.G.C.A.S. 這個系統 似乎都挺幫助 因為這個系統 就是會偵測 一個程序 飛行員的當時的飛行姿態 有一個感知的 如果天理好 飛行員的取態是非常正常的 其實沒事 但是如果它感受到 其實當時的飛機 向下墜落 即它能夠detect 而似乎飛行員 都沒有什麼反應的時候 其實到時這個系統 它就會自己 產生一個5G的力 慢慢把它拉平 直到飛行員 能夠再次作出合理的指示 就會還原幾個機師做一個操控 這個自動防撞系統 其實這個情況 就保障了 不需要一定要用人手去做 因為以前很早之前 其實純粹是一個聲頻的警告 可能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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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zette 室仍以展示式 其實好像飛機眼鏡司機 始終是正常會叫び本 Nest 現在不用,自動发應和題材位 而這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令撞地面 studios 似乎降低九成,可能是誇張 但不能夠抹殺這個系統成熟的地方 如果這個在21世紀初期發明的PGCS 預防性防撞地系統 再經過改良,現在新出的AGCS 真的可以由Noki Martin系統 由F16綁回到現在最新的F35 我相信只要與軟件設計師和團隊討論 慢慢將F35放入Block 3F 甚至上Block 4的情況 將F35編射進去 相信對保護F35的情況有很大的保障 始終F35是一部很貴的戰機 如果是限定要8千萬至1億5千萬一部 我們仍然說是美軍的財球價 如果是日本的出口家 南韓出口家或其他地方的出口家 可能差不多接近兩億 要保障一個這麼貴的飛機和飛行員 當然飛行員有機會是更貴的 有生命和技術 所以結合的話 似乎接下來的大小 F35都要安裝上AGCS這個系統 去保障飛行員的安全 當然了,AGCS有一定的原理 例如它因為要detect到飛行狀態 所以它要處理到很多不同的地形問題 當然是Digital 要用數字化去處理 也需要計算飛機的航程 航跡 究竟現在是上、下、下、動態的情況 要不要做一些迴避的情況 以及有什麼措施去處理 所以這個系統 我相信 一個先進系統 希望每一部不同的戰機 即美國、英文國的戰機 都可以安裝這個系統 當然也要和預先的program 是要雙融合才能夠發展 那這個呢 就看看 即是美國的防暴 會不會推出自動防禍系統 在不同的F15、F16、F18 F22、F35等 這麼貴重的機器上 始終飛行員的生命 都是值得保障的 好,這次我們這個特輯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中肯的分析 我們均真的報道過 那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甚至乎可以去我們的會員頻道 Patreon 會員頻道 上面我們有個neoHong Kong 你去找我們neoHong Kong的情況 你就可以每個月用5元利金 即一杯Starbucks咖啡的價錢 支持廣東話製作 支持廣東話,支持香港 提供我們 我們到處下 感谢观看